前总统陈水扁涉及国务基要费案的诉讼超过了15年 日前也亲自召开记者会公布金流 再度掀起了国务基要费要除罪话的讨论 晴天立法院才会排定审查相关的会计法修正案 但是蓝营不满疫情严峻的时刻 绿营却排了如此政治性的法案 稍找双方在会议事前爆发了推几根口角 可以看到民进党立委伦叶的首页 而且国民党团也是在今天上午的五点集合 上一财委在疫情升温的时刻 不讨论民众最关心的民生经济议题 却排定政治位十足的国务基要费审查案 同时也质疑排队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还大喊叫程序中来看看双方僵持不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